Hello 大家好 月童時間 是不是很奇怪呢? 為什麼整桌都是我的寶貝呢? 其實試完最近我看到一條影片的分享 很多苦主維修手袋出了問題 原來這條影片裡的維修師傅 我也曾經有找她 到最後為什麼我不找她呢? 我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分享給大家 怎樣判斷去選擇一間幫你維修手袋 有信義和保障的公司 另外也想分享給大家 原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市面上 其實有很多皮革的保養劑 我們可以在買回來已經可以做好一些保養 那我自己日常怎樣保養我這些寶貝呢? 今天這條影片我也想分享給大家 我在大約一年前就分享了一條影片給大家 其實在維修手袋之前 我是搜尋了很多間的 自己上網找 問身邊的朋友 以及問買手袋店裡的一些銷售 他們平時維修手袋 客人維修手袋去哪間的 亦都比較每一個的報價 我看到這條影片裡面 那麼多苦主維修手袋 以及維修鞋的那個師傅 其實我是自己有上網找她 他在網上的Facebook 鋪滿了所有的維修 C字頭這個袋的相片 翻身 還有很多地鐵站交收的一個相片 甚至乎有些藝人都找去維修 會令到你以為信任度很大 我當時最想維修是有兩個袋 就是我手上這兩個 一個是皮 一個主要是布身 其實這兩個袋出了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我前面另一條影片 有分享過 當我找了這位師傅溝通之後 我發現第一 他的報價一點都不便宜 第二 最奇怪的是 他跟我說 在地鐵站交收 我想想 你連一間公司店都沒有 我怎麼有信心 將我這些寶貝交給你 我到時找不到你 或者你維修得不是我心目中 想要你再去跟 總之我覺得風險是大過保障 我看不到有保障 最後選擇了另一間公司 因為他們是上滿收的 你確定給他收 他會叫師傅上滿 接著會叫你簽收確認 你是交了哪些袋給他們 因為你要付錢 確定要維修 他才會上滿收 好了 他收到之下 除非報價有任何分別 如果不是 大致上 基本上都比報價便宜 大致上 還有當我發照給他的時候 他是有類似 差不多百分之九成類似的袋 發給我 譬如這個牌子這個袋 這個什麼皮 這個什麼布 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做 大約需要多久 所以就要多少錢 他會建議你做到哪一部分 或者不需要做哪一部分 他講得很清楚 變成我很有信心 自從這個維修經驗之後 我對我的寶貝的愛惜度是高了 以前我真的就這樣回家 就扔在一條蒜 即是扔在梳化等 或者一個位置 但現在我回去 首先 第一 疫情 千萬不要用消毒劑亂噴 很傷皮的 我自己以前 除了淺色會抹 黑色不會抹 現在我會用它品牌配的 就是一個絨袋 一個抹的袋 其實是清潔布 它有套內 我會抹回我今天用 因為出過街 吃東西有油煙 說話有口水 是不是 就算我們身體 都有很多皮舌 油脂 我們不乾淨的東西 是看不到的 我會抹一抹它 這些邊 我都會打開它 這樣抹一抹 這裡 還有裏面是皮位 我都會抹走塵 這條鏈 因為其實那間維修 我也有分享給我 你越愛惜它 皮革就可以保持得越漂亮越好 還有這些縫位 都要多些抹一下 因為這些會積塵 我就會抹乾淨 這裡其實有皮 有金屬 我都會用這個布 整條這樣抹回它 抹完之後 我很乖 我以前是純粹的 然後我就會放回 它原本有的絨袋 我今天沒有帶回來 這個絨袋爛爛了 我就用了 例如這些袋 進去絨袋 這樣 放回我的盒子 好好保存 還有我都有手袋 網架 如果我明天或幾天都會再揹 我就不會放盒子那麼麻煩 我就會黑色跟黑色地放 白色跟白色 起碼不會黏到顏色 新手袋回來 其實怎樣保護 這個我真的很想分享給大家 其實市面箱 其實是有保護噴霧 防水防污噴霧的 其實不一定是淺色手袋要噴 其實深色手袋都應該噴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手 估計不到 例如擦完手霜 或者是你擦完防曬 甚至乎你的手 碰完一些髒東西 再碰到它的皮 其實都會積在裡面 除了你每天回來抹 其實我們新買回來 可以做多一個保護 當然大家都聽過 很多名店的品牌裡的職員 都會叫你買回去全身 不要做任何噴霧保護 如果不然 之後你想拿回去專門店維修 師傅有機會不幫你維修 不過大家要留意一點 它所謂的維修 它是不包的 其實它是要你自己付錢的 那做不做 這個噴霧保護 就由你自己決定 那我的經驗 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 那好像這個銀包 全身買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它給你提供的抹布 去抹一抹它 膠質不要撕著 接著就跟著一隻手 大約20mm 即12吋的距離去噴它 整個噴完之後 你就放回一個空間 封乾它 24小時後才拿出來使用 其實好處在哪裡 我試過的經驗就是 這個灰色袋 大家都會斜背 斜背 這個袋 當然你吃東西 你就會放在前面的大腿 然後吃東西 我很喜歡吃辣 我正在吃這個麻辣 我就要記得了 一夾起那塊肉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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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我還是灰色T恤 即是一樣顏色的T恤 滴了下去 衣服和袋子這樣兩塊 害怕到我 接著我心想大件事 因為我曾經試過經驗是抹不到的 我心想大件事 我二話不說 拿一張紙巾 沾濕水 抹了它 再抹一件T恤 接著我就升起 我新買回來的時候 我又噴到保護膜 所以我抹到 它沒有吃到 所以連一個烘都沒有 所以我的經驗 想告訴大家 做了保護膜 是好一點的 預防萬一 真的 那次滴完之後我抹了 之後我就回來 再用一些膠紙 才刺到這裡 然後再噴一次保護 這支是我在韓國訂回來的 我是私心去訂回來的 因為我自己想要 其實當時我找到韓國那邊的同事幫忙 就上韓國的網站找了很多隻牌子 這支就是在韓國的網站 所有當地的韓國人用的評語最高最好的 因為它可以噴皮革 鏡布 布料 甚至乎我們戴著的帽也可以噴 當然如果你洗了或者出過汗 它的保護膜又會再低了 你再噴 那我就覺得它超好用 還有自己經驗噴了這麼多東西都好用 好像我兒子上學的皮鞋 下雨天噴了它 起碼不會濕到皮膚 說起皮的塌了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就是了 我一天背著突然下大雨 好像現在的天氣一樣 我都盡量避著 但是那些魚都滴了 那晚我回到去 太累了 我就丟了它在沙發 我沒有抹魚水 你看看 立刻起了一些泡泡 看到嗎 就是皮和鯉布的內裡分開 這些是不能夠的 即是神仙都難夠 這個袋 我當時新買回來的時候 我還未有這些防水噴霧 而且當時職員說 千萬不要做任何保護 現在這樣下雨 我下雨當然不會特地揹出去 但如果真的像今天天氣 你揹著不知道下雨 那你是避不了的 有兩樣 第一 做好防水保護 提前不要等下雨 因為要等24小時才可以用 第二 手袋裡面 一定要代定一個環保袋 以防萬一 如果真的 除了你買東西購物有用之外 如果真的下雨 不要管了 三七二十一 把袋 塞到環保袋裡 算了 這樣就起碼不會傷了 這個袋 這是我生活上的一些心得 而且我自己因為白色袋 內裡都是白色 它本身有一個塵袋給我的 我都會把塵袋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是這麼大的 我會把塵袋摺小 之後 就放在它的底 因為我擺東西之後 我不想它的底那麼快 污糟 我會做一個墊底的幫助 而且以防萬一 我真的沒有帶環保袋 或者環保袋 真的購買了東西 起碼我可以拿這個塵袋出來 包著這個袋 避雨 雖然覺得好像很荒謬 但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你用一些心愛 不要說它貴不貴 你心愛的話 你都不想它全殘 然後用不到 因為你都知道 這個牌子的袋 你真的可以用一小 或者兩小三小 我可以留給我女兒都可以 是不是 我想這個袋 我背多幾 就是它這樣打塵 我接下來只可以把它轉色 轉成黑色 所以通常我買手袋 我很少買黑色的 其實我很喜歡買其他顏色的手袋 之後把它轉色 但是轉色不便宜 所以保養的時候保養得好 這個買色我可以用得久一點 這個是保護的 它不是清潔 而清潔你用什麼呢 我自己在坊間外面 就買了一支清潔劑 是皮革專用的清潔劑 超好用 就是相次我維修手袋 他們是皮革專家 我看到他們的公司 就買了這支皮革清潔劑 自己用了 分享了給身邊的朋友用 朋友都賺 第一 它的味道是完全 不如我立即抹一下 它是沒有一種難問的Tamical味 而且可以保留著一種特別的香味 那怎樣用呢 其實它會有一個布 我們不要直接噴在手袋裡 就是噴在鍋裡 不是噴在手袋裡 如果你想測試 會不會有雙皮革 因為我試過有些清潔劑 會有雙皮革 你可以用裏面去擦 打圈擦 一定要溫柔一點 然後你每擦一個位置 都找一個位置 重新噴在鍋裡 然後再擦 然後再擦 譬如用它的清潔布 或者好像剛才說 品牌裏面的櫻布 就是這些畫面的 甚至像我手上這個 其實是一個洗面的棉布 我已經沒有用它 我用了它來做清潔手袋 這些位置都可以擦得很乾淨 總之用棉要滑的 不可以粗糙的 還有不要太重 你不知道它什麼纖維會刮傷些皮 然後做完清潔之後 我就用這個保濕噴霧 黏了膠紙 然後噴一噴 塗ğim時的內外都把它噴... 如果沒有貼到膠質 噴完之後 我會立即用 Un vu 遮存的 餘下ável 時可以 60 次留在家裏 搭 matte 用光大阻眼出 這麼算就需要弄至半年而已 需要室餅 除非像我那樣 上次一滴滴了辣椒油 我用紙巾濕了水立刻擦 擦完之後回家 我就立刻做清潔 做多一次保護噴霧 我自己也有一個最大的寶貝 上年我生日時黃先生送給我的 我發現這個袋 當你用的時候很多時候 塗完手霜 塗完身體穴或者防曬 因為這個袋很容易留下止痕 而且穿完街後回來 這個袋的皮就很香 這個袋我自己每次翻下來之後 我都會用這支清潔劑 因為第一 我有信心它不會傷到皮 而且是可以清潔到 而且它有一個不難聞的味道 不會有些重的技術傷 影響了皮的原油皮香 那我就用它 會打圈這樣去抹我的皮的清潔 我試過有很多控器 我都是靠這支去抹 它這個清潔劑是有滋潤度的 那為什麼要整個抹呢 就是讓它每一吋的滋潤度一樣 這樣皮會保持得更加好 還有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初初都沒有為意 我買到回來 它的金屬位全部有些膠紙 千萬不要不撕 一定要撕掉 因為試過有人分享 它沒有撕掉 十年八載之後 那個膠紙吃死了 要給總店寄回法國 搞很久才可以還原 否則那支膠紙 會吃死在金屬裏面 所以千萬不要打算不撕 這支膠紙 剛才提到滋潤度沒有救 是什麼事呢 其實我其中有一個手袋 就是這個 這個控器 救不了了 是我吃專菜魚 坐在這裡時 我怕滋潤度 我會用東西蓋住 我會放在旁邊 不要怕自己滋潤 但當我起床想要離開 吃完東西放在碗和筷子上 這個背帶 我們要分享 如果你有這個系列 Gabriel這個系列 你要小心 我當時 他背帶是一個 我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袋 其實我喜歡他背帶 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背後 就是背了一邊 一背起 這條帶 裝在筷子上 碰彈的筷子 就跟著 滴辣油一起 裝在我的袋上 我已經嚇到了 然後立即拿起 擦了一隻瓏鏈 還是擦一隻袋 大鑊 原來是漆皮 擦了油後 那些控器已經吃進漆皮裡 最難處理的漆皮 因為其實這個袋 你買回來的時候 它的絨布都比較特別 你買所有手袋 你留意到它的配套那麼特別 你就知道 那裡是特別要保護的 就是你看它的袋 它有一個袋底的絨布 是這樣保護漆皮的位 因為其實整個袋都是漆皮的 但這個位 硬膠漆皮 是最容易花 和花了是救不到的 這上面的皮是軟的 它做了coating 這個是漆皮 但是這裡做了漆皮 這上面是沒有做的 所以皮革是有少少出入不同的 這個位 反而會比較容易處理的 所以如果你的手袋 在這個情況 你看到 你每一次用完 你抹乾淨它之後 你都要抹乾淨它 你都要抹乾淨它 你都要抹乾淨這個保護膜 唉 我這個就 漆皮位沒得夠 那我現在唯有 就是調轉背 因為 不是那麼角的 但自己心理上都不舒服 因為這個袋 其實我每一個寶貝 都是黃先生每一次 送給我的禮物 所以是我們很有紀念價值的 所以我自己都想好好保護它 當時還有我一些鞋的寶貝 其實都要好好保養它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穿淺色系列的東西 尤其是白色 米白色 那怎樣保養它 白色可以繼續保養下去 其實我自己真的很推介大家 新買回來 要做一個防水防污保護 還有它可以脫脚 那好像這一對 它裡面是皮 我除了噴面頭之外 我裡面都噴了 每一次穿完回去 我就會用這個清潔劑 還有清潔布去抹面頭 那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是腳汗帶 裡面都會看到一些污漬 因為這些鞋子沒有穿襪 那你就要加一支 我自己就會用牙刷 噴了之後就放下去去抹 因為我自己很大汗 那這個就是純粹一個個人的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好像這些穿到鞋控 或者好像我這樣 腳汗帶 你看 連那個字裡面都有一些塵埃積進去 其實腳汗帶 有些要塵埃穿了 所以我用刷在布裡 然後才去抹洪 抹洪 抹洪 一抹就脫了 很乾淨 清潔它真的很強 很乾淨 還有不相傷 還有有滋潤度 這樣抹除了清潔之外 幫你的皮作作滋潤 皮也會保持得更好 那我連這裡也會抹 因為他真的 腳汗帶 你看多髒 抹洪之後 我會等一會,因為有滋潤度 如果有需要,我會做多次保濕防污噴霧 如果剛剛才做完,我就不會每天都做 因為它都可以保持整個月 沒有淋過雨,沒有濕過水 基本上都可以保持幾個月 如果好像遇上這種鞋,它是布頭皮身 其實更加要噴 因為大家如果有穿高跟鞋都知道 其實我們的鞋頭很容易滴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吃 在街上吃,現在很少吃小吃 我試過吃咖喱魚蛋 整支咖喱汁滴到我的鞋裡 不過不是這隊,幸好 因為現在都不能在街上吃小吃 你看到這裡,我所有鞋都會做保護 我另外有兩個提示可以分享給大家 如果好像這種,所有的皮鞋 我都會在這個,你去日本城買的 就是鞋,日本的 它這個日本製的,叫做除汗臭 還有吸乾鞋裡面的腳汗 這個我自己長期用的 我覺得很好用 我一包給大家看 它說明是鼻腸炭 家裡的鞋櫃打開都沒有鞋臭味 就是我每一雙鞋 我,我的兒子黃先生和工人姐姐 所有鞋都有放了 它還有抽濕作用 濕了之後就像這包一樣 濕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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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曬乾再用 這個第一個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們穿的鞋最好 就是每一雙穿完 做完清潔 都塞上這個防潮抽濕袋 在鞋裡面每一隻 你的鞋是會更加保持得好 至少裡面沒有用意積聚水分和細菌 這個很重要 有很多人呢 雙腳有痕、脫皮 其實是鞋裡面積聚了太多 你以往的汗和細菌 累積成的 這個小貼士做了之後 真的有幫助 另外呢 我們穿完鞋 回去呢 其實好像我這雙 都會在面頭做了coating 但都會有些塵在這裡 就算不用清潔劑 都可以用抹布 慢慢推開了些塵 才放入鞋櫃 我這雙就很容易積塵 因為這雙不知為什麼 特別積塵 我就擦一擦一擦 如果你做了保護噴霧 你會發現塵是容易擦很多的 保護噴霧 如果好像這雙 裡面都是皮 每逢是裡面都是皮 你都要 有一些皮 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買的時候問職員 拿得出來的 我會整個做 真身買的時候 我會整個噴一次 如果穿過之後 我會做完清潔 再噴 鞋子真的要花點時間 當然 如果我都聽過很多朋友說 隨便吧 穿完臭了就扔掉它 不要了 是真的可以這樣做 但你記住 你的腳是繼續積做細菌的 難道你一次過扔掉所有的鞋嗎 那你穿的半身都有細菌 我要繼續碰到下一雙新鞋 所以我們要由根源開始 除了愛護保護你的鞋子之外 其實都是保護你的腳 和身體的健康 而且其實我們扔鞋子 都是很浪費的 你不要看我 可能你都會覺得我 港女用名牌 但其實我是很少買一些無謂的鞋子 譬如 我不會經常都買鞋子 我是一雙穿很多年 好像這一雙 其實我是減價的時候買的 我用來操穿 因為它有保護 去街市都不怕 我連穿白色都要去街市 因為我會馬上去做房屋 另外如果髒了 如果皮位 我就可以用這支清潔劑 部位髒了 如果沒有的話 真的唯有濕一點點水 去用一些波鞋的清潔劑 去洗部位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 洗牙膏 洗衣粉 濕一點點水 用牙刷 不要全都放進去浸 會爛的 擦一擦 然後用毛巾去印乾 因為你扭不到 這個就是我保護波鞋 和風乾它 波鞋一定會放防潮 除臭 抽濕袋 保持著它 一對唇 你看看 我這隻是米色的 這隻是白色的 一年後 它還是米色和白色 是不是穿得很開心 波鞋平底的鞋 可以很簡單 令到高跟鞋 要多一個點 大家要留意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鞋底的問題 如果你的鞋 鞋底線 或者是真皮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有人分享 穿了一兩次才去打鞋獎 前獎和後獎獎 我這雙是打了的 你會看到 這雙是打了的 它本身是沒有那麼厚的 打了一點點 我後獎是未打的 這間 我想分享給大家 其實坊間除了做手袋之外 還有維修皮鞋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專業做鞋 坊間有很多小店 師傅有幾十年經驗 或者傳了很多袋 手工都很漂亮 價錢很便宜 這間就是我自己 去美夫那間根記 她很多年 而且她兩夫妻都很老實地告訴你 值不值得做的 她都不會亂說你 而且價錢是非常實惠的 好像我打這個鞋獎 140元 超划的 告訴你 第二間不會做到 還有做不到這個手工 最重要是有店鋪 你找得到它 不會把鞋給了它 你想想 你不知道鞋去了哪裡 說回這雙鞋 其實我就是心急著 就忘記拿去打這個鞋獎 我就跑去穿了 你發現已經蝕了 因為真皮很容易蝕 而且那天 我是去上環上吃飯 哇 蝕了在那條隙 那些電梯隙上 傷到 這條鞋的肘又傷了 前面的皮又蝕了 我已經問了根記 她說這個位置 披了這些布 這個肘 她說現在問題不大 就不要弄它 因為做了都不會太帥 無補於事 你再穿一下 反而前面一定要打仗 因為前面這個真皮已經蝕到 碰到鞋頭的布料 她說如果你再不打 這個布也會披了 其實有一點點 明天就會拿給根記去打仗 拿給根記要一個星期時間 你要預算 不要打算放下幾天就能穿 要一個星期時間 這樣也是 全身打 好過穿了才打 一定是全身打 那鞋呢 我還有一個經驗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白色布鞋 你放得久會變黃 那我這隻呢 就是打算它普通 操著的白色布鞋 那還有當年呢 我是未買 未有這支 防污噴毛 那我就沒有噴 那我今天拿鞋 打算拍攝和大家分享 發現它已經變黃了 所以呢 如果淺色的 一定要做好準備 心得更好一點 唉 這個我必須要分享給大家 那我維修手袋的時候 除了剛才的布袋 皮袋之外 其實我兩個 我又沒有選擇到 我找了同一間去維修 為什麼呢 我爛兩個袋 就是這裡 第一個 它是一個硬膠袋 我以前那年代 流行大袋 有這麼大就這麼大 現在才流行小袋 這個位置 因為皮袋經常揹 會扯爆了膠位 那我傳過去做 剛才那間 幫我維修手袋 他就說 這些膠爛了 他們就做不到 那我就 沒辦法 自己再想辦法 那那個資料 就是有一個商場 裏面有一間 賣手袋 賣雜不甭東西 有一個師傅裏面 幫人補披肩 補袋 總之 疑難雜症都做的 那我首先 第一次 就拿過去拜訪他 先問他 我朋友都拿了他的卡片 還有看到他 又有G字頭的袋 其他不同牌子的袋 都維修過的 那你都知道 G字頭和P字頭 很多這種布袋 那我除了這個膠 我還有這個 就在釘釘上 一個角落頭 因為以前 就這樣擺在地下 那整個洞 那些沙 可能刮到一下 它就走了 那整個洞 那整個洞就爛了 那沒理由 這樣又丟了 那很浪費 那我就拿過去 一起問他 他兩個都說做到 那這個呢 那為什麼他做到呢 你要去到看 之後你就會順序做到 這個膠 這個膠 是要補過一個膠 去封回他的洞 而他們的車 一定要很厚的 很厚的 本身這個袋回來 這條是沒有了車線的 他在這裏 他就幫我加回車線 令到我以後用的力 都在上面 就不會扯到膠 它是收我 我沒有記錯 是幾百元的 即是 實際幾次 我忘記了 是幾百元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維修其他皮袋 都要幾千元 一千元以上 因為我有一個 剛才還有一個手袋 我做了消毒 就是收我一千元 算便宜 因為它消毒清潔內外 都做得很乾淨 那這個不是消毒 不是清潔 它是要塞這個膠 所以它收了幾百元 我都覺得是合理的 這個袋 所以袋子的長度會縮短了 因為它要整個底刷 整個底刷 整個底刷 才可以平衡 我覺得這麼大工程 收我幾百元 都合理 這個袋子又可以用 而且又可以製造一個垃圾 就算我不用 我覺得我做好看 才轉讓給其他人用 好像現在有很多二手市場 我都覺得我做好看 在這個分享 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當大家要維修手袋 皮鞋或者鞋或者其他袋 先想清楚 我這個袋子是甚麼物料 應該給哪些專家做是最好的 我當時維修還有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沒有爛 裡面是鏡皮 鏡皮就髒了 因為當時這個袋子 我覺得我不會再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橙色 我自己已經知道自己 不適合用鮮色的東西 我覺得我不會再用 但我想轉讓出去 那我就決定 我記得它是收了一千元 做清洗裡面消毒 其實做得不錯 因為給大家看看 如果新是這樣的 但裡面之前黑了 因為經常放東西 還有買手袋 真的不要買鏡皮 很難搞 這個也是人生經驗 其實呢 如果裡面是皮革都好一點 它鏡皮是很難清潔的 這個袋子雖然已經過了時間 但買回來的時候 這個系列也挺貴的 所以我都想翻新它 這個刀 我都覺得做得不錯 而且收了這個價錢 超優惠 今天極力跟大家推薦 手上的兩支清潔劑 防污防水防腳臭噴霧 這一支我們網站可以買的 但我不知道這支影片 出了之後 會不會已經賣光 因為我們現貨不多 可以到我們網站看看 或者聯絡我們的客服 另外這一支 就絕對不是廣告 是我自己用了 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這個品牌我聯絡到公司 他們的網站和門市 都是賣230元 如果大家想去用一個優惠價買 就可以用以下這個標誌 就可以拿到優惠價 200元就買到了 這個優惠買 是要WhatsApp他們的客服 確定下單用這個優惠買買 才可以拿到這個優惠價 今天這條影片分享 其實就很想分享給大家 就是一些手袋的維修保護 平時怎樣保養它 如果你真的皮革的一些手袋 或者一些產品 需要維修或者消毒的話 我建議大家找回一些大公司 有門市 有背景有保證 有一些大儀器 因為它才可以幫你做消毒 清潔才做得好 另外如果是一些布料 或者是鞋 你有些要維修的 其實不妨可以找一些小店的老師傅 去幫你 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 有保證和有門市 今天這個純粹生活上的小提示分享 就到這裏 如果這條影片幫到你 或者你都覺得挺好看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不會錯過下一條影片 多謝你的支持 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OK? 拜拜